很难想象,狮子居然都能爬到树上去捕猎肺肺,肺肺此刻的内心是崩溃的,心想,这算什么事呢?是我眼睛花了吗? 只见一头狮子正往树上爬去,它可不是上树兜风,而是要去捕猎树顶的肺肺。 不过爬树对于狮子太危险了,这么大的身躯,树枝随时都可能无法承重而导致断裂。 所以估计是狮子恶极了,这才冒险一事,好在经过一番磕磕碰碰,狮子一步步爬了上来。 此刻的肺肺面对狮子逐渐的靠近,也表现出惊慌失措,肺肺估计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看着眼前爬上树的狮子,她总以为是在做梦。 别说肺肺面对狮子的爬树难以置信,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年动物视频,也很难相信狮子居然会上树。 这狮子是从哪去学的爬树本领呢? 不过说归说,纵然肺肺在觉得不可思议,也要接受现实,现在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才是关键。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,肺肺现在是退无可退,狮子与肺肺的距离也就是一两米,狮子只需要在网上爬一点,就可以抓住肺肺了。 然而就是这一点点的距离,却难到了这位草原霸主。 虽然狮子也很想赶紧结束这场提心吊胆的狩猎,可现在它所在的位置,树枝城重快到达了上限。 你看狮子只要轻微动一下,整个树枝都摇晃不止,感觉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。 狮子也深知如果此刻树枝断裂,自己摔下去的话,地球的重力配上它的体格。 会让狮子明白什么是痛到骨子里,可猎物就在眼前,狮子并不想轻易放弃,于是它又开始了进一步的冒险。 随着狮子每动一下,肺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,除了担心被狮子抓住之外,更担心树枝突然断裂。 别说肺肺有这个担心,我的心也是莫名的紧张起来,这狮子是在拿命去狩猎啊。 现在狮子和肺肺的距离近在咫尺的,可它还是不能够咬到肺肺,有朋友肯定会想,狮子一个突击不就能咬到,但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,很可能就是双双坠落在地。 食物和性命相比,还是保命要紧,最后狮子明智的往后退去,而肺肺总算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狩猎中活了下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